天呐 最近简直被黏土特效刷屏了 无论小红书还是抖音 都是各种黏土效果的视频和图文 48小时内相关帖子猛增上万条 甚至很多聪明人嗅到了商机 已经开始用它来赚钱了 可这么一个丑蒙的AI特效 为什么会这么快火出圈 到底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有没有免费的方法 该怎么用它来赚钱呢 这一系列的问题 木子一个视频就为你全部解答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吧 首先我们聊聊AI黏土特效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突然火起来 这些画面绝对不是用黏土捏出来的 而是用一款AI软件实现的叫做Remany 这款软件最早是从日本火起来的 原本主打的是AI图片修复 黏土滤镜只是其中的一个特效功能 这种类似小羊消瘟 动画里面的特效看起来丑蒙丑蒙的 甚至让人感觉有点呆傻 但却意外出圈 我也是忍不住马上下载了一个试试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就想为大家介绍 如何使用Remany生成AI黏土特效的图片 现阶段Remany更新的AI滤镜功能呢 仅支持苹果手机使用 安卓手机用户需要在谷歌应用商店下载 这款软件呢是免费下载的 但是只有首周是免费试用 后续如果要继续使用呢 每周都需要68元的会员费 不得不说这个会员费实在是有那么一点小贵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调整 那大家如果选择试用了 千万不要忘记在Apple Store里面自己的订阅里取消订阅 否则的话七天到期以后呢 它就会自动扣钱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打开软件 下拉找到Clay这个特效 导入目标照片 等待一分钟左右即可 超方便的 给大家看几张我试用的效果 不得不说有几张真的丑哭到我了 但是呢又好像越丑越上头 就是那种我倒要看看你能丑到什么程度的感觉 当然除了粘土的特效 它这里也还有很多别的风格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比如同样是新出的玉的风格 还有像动画卡通风格 那有一些也还是蛮好看的 包括呢像它主页还有很多生成特色头像或视频的玩法 那既然已经下载了 大家就可以一起都玩玩看 但是Remini的订阅费实在是太贵了 所以呢我也为大家找了几个方法作为评替 第一个方法就是用美图秀秀 美图秀秀现在的这个滤镜它是免费的 但是真实感叫Remini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网上也有人对比了Remini和美图秀秀的粘土风照片 那整体来说呢 Remini的图片有些很荒诞 但脸部的表情更俏皮和生动 更有戏剧感 而美图秀秀呢则更柔和 不过既然已经是免费了 我们就不过多要求了 打开美图秀秀选择美图配方搜索粘土特效 上传照片等待一小会就生成了效果图 那实际上这些软件本质背后都是使用 AI模型来生成风格化的图片 那作为AI生图的鼻祖型产品Midjourney 当然也可以做到了 那具体该怎么实现呢 首先我们可以在网上下载几张粘土特效的效果图 然后上传到Midjourney作为风格参考电图 然后斜杠Describe上传你自己的图片 获取关于这张图片的描述词 接下来斜杠Imagine按下面的公式输入提示词 包括你自己图片的链接 风格词 自己图片的描述词 SREF加上之前小红书的风格参考图链接 SW也就是风格参考的程度是200 然后用Niji 6的模型 其中呢我也给大家一些风格词的参考 你可以把它们全部用上 这是我用Midjourney生成的图片 我把Midjourney美图秀秀和Ramini生成的图片 放在一起给大家对比看看 不得不承认Ramini在细节还原 整体的风格展示上还是更强一点的 那对于精通Stable Diffusion的小伙伴来说呢 你们也可以去下载一些关于粘土的Lora模型 从而去生成非常好的粘土效果图 但由于Stable Diffusion 无论是安装还是操作的门槛呢 都比较高 我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个 集合了Stable Diffusion各种模型的网站 叫做海逸 网址链接呢 我已经附在说明栏当中了 在主页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粘土特效的按钮 果然啊 这个现在实在是太火了 直接就放在了主页的正中间 那我们点进去以后呢 上传你自己的照片就可以一键生成了 是不是效果也还挺好的 好 现在呢 我们已经用各种方式生成了粘土风格的图片 但是它的玩法完全不仅仅只限这些 很多人啊 已经利用这些AI粘土滤镜生成的图片 做成了一些视频 直接上抖音热搜榜了 甚至有大几千万的播放量 那接下来呢 我就想为大家介绍一些 AI粘土特效制作视频的特色玩法 玩法一 做粘土定格动画视频 5年前如果我和你说 你靠自己也能够做一部 像小羊肖恩一样的定格动画片 你肯定觉得我是在糊你 但现在用AI人人都可以做到 我们呢可以截取热门影视剧的一些图片 然后利用AI粘土滤镜 就可以实现对这些经典画面的 AI粘土特效转绘 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创作能力的话呢 也完全可以把自己拍的照片 画的手绘稿来进行转绘 比如像这样 玩法二 做粘土风生活Vlog 现在网上的Vlog总是大同小异 尤其是生活化的Vlog已经很难出圈了 而如果用粘土特效这种有点独特的画面 让你的账号既生活又有粘土特色 是不是马上就变得吸睛很多了 比如啊 这位小哥就把自己印尼的旅游Vlog 做成了粘土风 还有比如这几个 玩法三 做粘土说唱视频 用粘土特效结合现在很火的通议签问 我们可以让粘土小人直接说唱 做成爆款说唱视频 或者你还可以让他讲段子跳舞 玩法非常多 那大家如果对如何做以上这些视频 包括如何做粘土定格动画 粘土类型的Vlog 以及粘土说唱视频感兴趣的话呢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赞哦 点赞超过500 我就为大家更新详细的操作流程 手把手带你做有趣的粘土小视频 最后有小伙伴可能会觉得很好奇 这应该还是玩的兴致更多吧 这真的能赚钱吗 那实际上由于Remini现在更新的AI滤镜 只有苹果手机的用户可以使用 所以现在有一些社交媒体的博主 就根据这样的一个信息差 用Remini生成一些特效对比的图片 轻松就可以引来上千的点赞量 或者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 用粘土风格的图片做成视频 播放量也是非常惊人的 那一旦我们有了流量 那用这个流量去变现就会容易很多 除此以外呢 还有很多人可以给网友去制作图片 定制头像等等 虽然是有偿收费 一般一张可能便宜的一到两元 贵一点九点九元 但是愿意花小钱去玩一玩的人 也还是蛮多的 那说了这么多 大家快点去试试看 生成一个自己的AI年图小人吧 很好奇你们的小人能有多丑谋 我是木子 带你一起用AI改变生活赚被动收入 新闻盘 。 并且再来 拐 得不赚ない 有材 seating 感谢观看